繼續我們看對明年的吃過菜一開始 就很多身材都要開始實施 包括像劉布 公布 國布的費率都要去 加上在台京布中路 還有賺疏水 玩家要賺 開店 大家希望是會愈比囉 有電想想起床 沒床一直去 已經讓人撞不住了 不過對日空一三年去 民眾落地窮嚇他還要求水 因為公布劉布的費率也會跌下去 有關九百萬六天的劉布費 會對八點五趴 提款到九趴 要說保費也會去到八點零五趴 中公布完每個月最多愛家付 三百三十六個的保費 就連各保費費率也會丟生 愛家貸五十二塊 變成一個月要貸七百八十八塊 現在在台京布也會同保持四 苗樹超過五千塊的收入 都要請求兩趴的補充保費 另外增收稅也會開始求 兩年來菜 息算所得跟客席的稅 最貴稅 國冠商已經留所建立 求稅系統 股民安裝也想不到 大概建商 小建商二十天就可以建置好 大建商大概三十天也可以建置好 成本也不高 雖然這麼多都要去 不過對算點政的薪稅 對民眾來說 可能是好消息 因為完蛋開始 六甲算點政的薪稅 會對一百三塊 調到一百九塊 五甲對三十萬人會有幫助 收集 好像 收集 好像 收集 好像 相關跟民眾相關的高通性貴稅 就是酒水 宰車 開發的標準 會進到嚴格 雖然對這家家屬人 初領家教五萬兩年 也有不領家教人 就是農道對原本的零點零五 降到零點零五好客 只要超過 只要開發 除了開車 不能喝酒以外 也不可以做低頭煮 無論是賺車 還是紅頂 只要算手機 會花一千塊 到三千塊的法款 相近看年後 健康就開始來處理囉 記者 周瓦布德